红夫人一个镜子就秒倒了 该怎么打 Hello大家好 我是友泰 红夫人我们一定要注意 她的一个镜子就为一个节奏点 其实一个镜子下反绕直接倒了 那么这个时候泰已经知道我的位置 所以她如果说还要牵的话 很有可能 就是金身 骗完金身 此时自己非常危险 所以利用飞轮 绑掉 此时拉球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学会 回头 再撞 救下队友之后 大空地 我们撞她的风险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选择让她自身交近的遛轨 此时镜子有点歪 大空地又来了 所以我们拉一波小顺发 回旋 球 撞阴监管 让她成功的躲掉这个镜子 那么这个节奏点就属于断掉了 此时队友上移监管想逼救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如她的愿 要利用椅子 逼镜子 这样 她就属于断掉一个节奏点 也就给骑士遛鬼的机会 但是骑士选择走远 那么势必给监管机会 直接倒地 那么这个时候电击还不够 加上监管是金身 所以我们在她快要接触的一瞬间 直接拉一发球 此时电击开机 队友的话还能再逼一个镜子 开门站小女孩被镜子打倒 那么门开启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隐藏自身的脚印 看是否能够躲起来 但是监管已经发现了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玩的就是这个板子 疫情一波心理博弈 让她以为小女孩快要起来了 那么她会比较着急 这个板子千万不要翻 要学会骗她 再进行拉一波小球 同时小女孩附身 我们弹板加速 加上躲镜子 监管非常稳健 那么一定要学会看抬手 再进行飞轮 能攻的33跑翻盘局 另外小可爱想要快速上手求生者的话 也可以看课程 里面都有这样的细致小学哦